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《王者荣耀》中有这样一位英雄 他天生自带隐身 射程如下罗 逃生能力堪比韩戏 侦察能力超越成绩四寒 几乎必备所有声色技能 但有很多玩家对这个英雄的争议非常大 有人嫌弃他 有人把他当宝贝 他就是百里守约 下面就给大家详细说说这位英雄 第一 隐身 百里守约只要踢着墙走 却自动进入隐身状态 在《王者荣耀》 两方可以隐身的英雄都有蛛丝马迹 比如蓝灵王感叹号 阿科的鬼影 而百里守约的蛛丝马迹 就是一点像叶子的光芒 隐藏在草丛附近很不明显 别人不能普攻隐身的守约 工本也不能大张锁定守约 作为一个射手来说 这种程度的隐身已经算不错了 二 射程 百里守约最近一次调整增加了射程 可以做到无伤点塔了 而迦罗不堪一技能点塔的话 还是会被防御塔打到 作为为二两个可以无伤点塔的射手 虽然加罗射程比守约远一个英雄模型 但守约二技能不知比加罗远多少倍 三 逃生 守约的后跳距离跟寒线二技能差不多 同时还能发生一枚伤害很高的子弹 再加上一个闪线 真的非常难抓 寒线逼中五秒位移超远二技能 创造了王者峡谷的遛狗神话 但比起守约的加刺身一速 险敌人一速 打伤害的后跳应该五五开吧 守约这个英雄 真的是以及各种收损技能 予以身的英雄了 但不知什么原因 各位小伙伴是如何看待这位英雄的呢 一起留言讨论一下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 拜拜